這個肚子生多了一些奇怪的東西 就是肚子多了很多 有很多人都說 特別是在小肚子的時候 又說鼻子會變大 皮膚又會變差 很多暗瘡 我自問呢 我就覺得自己是沒有的 那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覺得 我的樣子又變醜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BK小編 Salomi 今集就想跟大家說一下 來到懷孕中期 就是大概三個月之後 去到六個月 究竟身體上有什麼不舒服 還是有什麼變化感 在開始之前 想大家先訂閱我們的頻道 以及追蹤我們的Facebook IG 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第一樣給大家盼望 就是過了三個月之後 我又真的穩定了下來的情況 就是之前那些什麼 又暈又吐啊 又想引吐這些 又真的沒有再有這麼嚴重 甚至是之前不是說 鼻子好像狗一樣的靈魂 現在呢 都沒有這麼抗拒這些 蒜味或者之前不喜歡的味道 好像回復一些正常 不過呢 唯一就是還有一些 長期我覺得身體裡面 都好像有一隻青蛙 在這裡經常都呃呃呃 還有呢 之前三個月的時候 都不是很健康的 來到開始第四個月 就真的開始明顯了 感覺自己在outlook上 真的像一個孕婦 還有坐車的時候 開始有些人會意識到 你的大肚子就會讓給你了 那我覺得在這段時間呢 其實整個人是真的 比起頭三個月輕鬆了很多 還有我覺得應該都要把握這一段時間 即當你的肚子又不是很大 然後精神啊 身體各樣又好一點的時候 應該去做多些自己喜歡的事 所以我們都有趁這個機會 去下staycation 去多些不同地方 逛逛逛逛逛逛 去行山都有的 我記得 不過就不是說很劇烈那些 反而第二樣呢 就是之前未試過有的不舒服 就是齒骨痛 初時呢 我也不知道是有這個名字的 只是感覺到 就是下體近大腿那些位置的骨圍 就有些好像硬下硬下的痛 有種感覺是好像 有些東西很重摘下來的痛 不過呢 就不會維持很久的 但是就是會突然之間 有一陣這樣的痛楚 那我覺得是有少少困擾的 於是我就自己上網搜尋 然後就發現了 原來這一樣東西 是叫做齒骨痛 意思就是說 當有了的時候 你身體荷爾蒙有些變化 它就會令到你身體的印帶 就會放鬆一些 所以當你的子宮一路一路大的時候 而且肚子會開始重 你肌肉承受的力量 就會好像有點壓著它 印帶又沒有以前支撐得那麼好 所以就會有痛 但其實這樣也是代表著 寶寶一路在你的子宮裏面 一路長大著 都是想令到它有自己多些位置 去讓它成長生長 所以又不需要太過擔心 而且我覺得當有遇到這些情況 都是等自己坐下休息多些 其實很快就會舒緩到 接著就來到大家都很期待的胎動 我記得我也是超級緊張 和很想快點感受到 怎樣為之胎動 所以在十六十七週的時候 我已經大概有搜尋一下 究竟胎動是什麼感覺 什麼時候會有胎動 直至到真的要去到二十週左右 我真的有感覺到少少 但我初時都不肯定那些就是胎動 感覺就是有點像肚子裡 有點像有魚仔 或者有蝦仔在裡面游一下游一下 但你又會懷疑 究竟是否你腸胃消化不良 這樣的感覺 但到後來就真的越來越明顯 我記得我第一次感覺到 真真切切的胎動 就是我有一天早起床 那天是放假來的 我老公也放假 他就在我旁邊不斷催我起床 本來我打算多賴床一會 誰知道他在催我的時候 突然之間他很大力地動了一下 然後我那一刻就真的 這樣挖了出來 然後他就問我什麼事 然後就說他在動我 我就是那次第一次感覺到 他很大力地動 那我就心想 你需要不需要跟你爸爸這麼合拍 兩個一起催我起床 之後就說慢慢會很明顯 而且最明顯的時間 就是晚上10點至凌晨1點 就是當你準備睡覺在床上 你平睡的時候 他之後又會動得更明顯 甚至有時候試過好像 例如我拍一拍他這個位置 然後等一會 他又會在這裡刮出來 會回應你 有多有趣的 我都有拍過一段影片 就是他動 可以給大家看看 之後就是一些身體的變化 就是我到現在每一天都會很緊張 就是看看自己有沒有任實紋 我想說這件事 是我每一天去廁所洗澡的時候 脫掉衣服 我都會很緊張地看一下自己的肚子 有沒有紋 左右轉轉一下看看有沒有 Touchwood到現在都是暫時未有的 而我都是很害怕 所以我每一天都一定 至少會臨睡前就塗這個任神油和Cream 但雖然暫時是沒有紋 不過肚子又生多了一些奇怪的東西 就是肚子多了很多磨 我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 可能他是男生 所以賀爾蒙又有些再不一樣 總之整個肚子不只是那條任神線 是整個肚皮都有很多毛 還有有時候是看到有些紅色一點點的粒粒 不過就不痛也都不癢 我有問過醫生 他就說其實懷孕期間 突然間有些類似敏感或者紅點 其實都很正常 有機會是因為我們經常都會塗那個任神油和Cream 有時候如果太潤 不太潤都會有機會生這些油脂粒 我見醫生這樣說 而且我沒有特別不舒服 那我就沒有理會 而且他很快就會自己退 不過他退完又再生 接著就開始會抽筋了 Touchuit到現時為止 都不算很多次了 到昨晚為止都是兩次而已 我每一次抽筋都是在睡夢之中發生的 還有是臨近就來起床的時間 我記得第一次抽筋就是我做一個 算不算是惡夢呢 或者都是一個真實的夢 之後 就是一個夢裡面 我發夢過托兒所打給我 就說我們快要關門了 你要快點來接兒子 我那時候就是在家裡很慌亂 打算出門口 要找東西我找不到 之後突然之間就有一下很強烈的痛楚 痛到喊了出來 之後就發現自己原來是右腳的小腿抽筋 然後老公都很緊張 問我什麼事 然後我說抽筋 然後就幫我拉 但是他大約高一會 之後把那個腳掌咬一咬一咬後 其實一會慢慢都會沒事 不過之後腳都會痛足全入 這條根好像有些拉住的感覺 之後都有搜尋抽筋 究竟為什麼會抽筋 原來看到原來睡覺的時候 是真的會特別容易發生這個情況 因為血液循環得沒那麼好 當你夾著東西睡覺時有少少壓力 又會令腳的血液循環不太好 就容易會抽筋 大家也要注意一下 有機會吸收的鈣質未必夠多 都會有影響 尤其是大家也有喝茶 就算它是低咖啡因 但咖啡因這個物質 都會影響到鈣質的吸收 所以有機會你蓋不夠多的時候 抽筋的情況就會越來越多 所以在這方面也要多點注意 休息、血液循環和鈣質的吸收 就應該會好些 最後一樣就是樣子有沒有變化 有很多人都說 特別是在小駝的時候 鼻子會變大、皮膚會變差、很多暗瘡 黑色素又會浮現 橄欖底變黑等 這些東西 我自問我覺得自己是沒有的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覺得 我的樣子有變醜到 真的說出來都想死 這些東西我覺得自己是沒有的 尤其是鼻子是沒有很明顯的變大 或者我記住以前的照片給大家比對一下 而暗瘡我又真的沒有 有時可能偶爾是有少許粒粒的 但又沒有那種很大爆發 甚至我覺得水腫這些情況 比起我未有之前是更加少 不知道是否因為皮膚質素和水腫 都可能跟你整個飲食習慣 生活習慣有關 因為你有了的時候又不會喝酒 又不會吃很鹹的東西 相對是會乖一點的 我反而覺得這個時段的身體 其實是更好 至於變黑 有人說腋底的位置會深色 我自己又沒有這個情況 但反而是一些有紋的位置 例如頸紋 或者是一些摺痕的紋 就真的有深色了 反而手肘我也是沒有的 但這件事是沒有辦法去解決或者改善 所以就有它了 希望生完之後會更好 但另外一樣有出現的情況 就是青筋很燃 還有微絲血管會很燃 尤其是胸口這些位置 很明顯整條青筋 或者有一塊的微絲血管會很明顯看到 都是那句 都是沒有方法去改善 而我也不知道生完之後是否會好些 不過就有它 這些都是小小問題 大概在懷孕中期的身體變化和不舒服 只有以上那麼多 我覺得這件事也是一件開心事 所以我開頭才會說 我覺得這段時間真的最輕鬆 而且你會很容易享受懷孕過程的一個時間 但是我都知道真的有很多媽媽 很不幸運 在這個時間都仍在吐 甚至之後是吐到要生一刻為止 都在這裡真的很明白和體諒這些媽媽的同腐 不過我自己就覺得 其實就算面對什麼身體變化 或者不舒服也好 其實最重要都是調整好自己心態 說真的 我覺得人多笑一點就自然會漂亮 所以就想些方法做多些自己開心的事 讓自己心情好些 去接受自己有這些變化 其實問題又不是你想像中的那麼困擾 在享受懷孕中期的過程同時 但也要記住要多些休息 不要太過操勞玩 創了自己人就不好 今天這段影片就到這裡 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可以留言、讚、分享我們 最後再提多一次大家 希望大家訂閱我們的頻道 以及追蹤我們個人的Facebook IG 之後我們一路一路都會再拍片 去分享懷孕去到後期的身體變化和不舒服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